再次感谢莫大全球进程系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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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面面的研究我年轻的时候我去过 为了拿自己先生进行研究的地方 我发现我认为拿自己科学家 就是他对洞察世界 宇宙内在规律的兴趣 没有他的贡献 我国的科学领域就不会得到那么快的发展 为了拿自己科学家 在我国以及全世界科学发展历史当中 也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深信后代子孙们都会继续研究 我会继续研究 为了拿自己先生的学说 再次感谢这次颁奖 谢谢你们的 下面有请马虎摩托夫先生上台收奖 很可惜他不在 如果他今天不会过来的话 我请你们替我下一项他颁奖 下面有请拉米歇夫斯克女士 他也不在 那我们把选章留在这里 下面有请吉他联科院士 他也不在 那下面我们有请乌尔苏先生 国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系组主任 向他颁奖 乌尔苏先生是我的好同事 我和他合作过很长时间 非常感谢他对环保方面的工作所做的贡献 谢谢 他是我的大老师 我继续向他学习 非常感谢这次颁奖 非常感谢这次颁奖 我们确实合作过很 合作过一段时间 跟他一起 对环保方面的事业做贡献 我代表国立理工大学是回科学院技术系 所以向你们表示感谢 2000年我本人收到了威尔尔纳茨基环保事业寻章 一些認知 puesto 还有别的讲品 我还是非常感谢威尔尔基基金会 给我 1993年 роб Au仲茨的无法資zd 尊敬的各位代表 威尔尔纳茨基基金会 作为联合国旗下的一个非政府基金会,曾经在德国,乌克兰,李月,举办过很多会议, 在那边举办过颁奖议事,当我们纪念威尔纳茨基诞成150周岁, 所以我们向著名的科学家,世界级的科学家,普拉顿先生颁发过寻章, 今天我们希望能向国外的代表颁发宣章,首先有请张绍华先生, 上台收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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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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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陆 而言言 我是中文人 我日本人 在中文人 我一位感謝你 中国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请比曼来自美国的教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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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惊喜 我很荣幸地收到这个奖 尤其是因为这是维尔兰奇奇的奖 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所以就应该更多地研究他的思想 特别是这次会议之后 我们会更多地注重他的思想 我们认为国际焦虑和合作非常重要 很荣幸地收到这个奖 感谢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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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 祝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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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这里所获得的知识 我就会带到美国介绍给我的同事们 我希望维尼兰奇奇的思想也能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想告诉各位代表 是偉大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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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非常感谢 谢谢 非常感谢 我给我们今天的说识 非常感谢 我感谢大家 好,下面請各位原諒我,我去參加環保會議。 這個會議這麼很大,有很多代表我也要去參加, 所以祝各位今天的會議。 今天的同事們,如果感謝所有的獲獎者和他們的工作, 我們可能你們都注意到我們剛才的搬家儀式佔有了一定的時間, 所以下面每個發言人請把自己的發言控制在五分鐘以內。 前面就是我的發言人,我就緊要地講一下。 我的報告的題目就是通過可持續發展進入智能生態圈的文明, 可持續發展,想像學說誕生之前智能圈學說發展方向不一樣, 但是現在呢,智能圈學說是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理論基礎。 要與通過可持續發展進入智能生態。 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学说相互依存程度较大 我认为智能全学说 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学说 对现代科学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希望我们通过可持续发展向智能全文明进行转变 20年前科学家们提出了这个倡议 就是通过可持续发展向智能全文明进行转变 现在这个倡议是不可争辩的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支持这个倡议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是信息社会的诞生 智能文明跟全球信息社会有密切的关系 而信息社会的一部分是一个超越性的智力 就是超越性的智能的智力 我把这个阶段称之为信息智能圈 像可持续发展的转变 是一个能够解决许多环保方面的问题的一个途径 而解决环保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必须要向可持续发展 必须要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学说 我呼吁各位发言人简调的 讲解一下你们报告当中的主要内容 下面请卡罗林教授发言 这个发言题目是从 白云纳斯基和德威金的角度来看人和预众 各位议会者 上午好 我想你告诉着白云纳斯基 在日经的教授 讲一些报告 白云纳斯基很重要 他提出了智能圈的学说 他的朋友和其他同他一起工作的科学家 包括在日经的工作风格 他的思想也受到了中间信仰的影响 他也提出了新的想法 他也提出了新的想法 关于智能圈的想法 但是他希望把智能圈的学说 他也提出了同宗教结合几种 他也提出了宗教结合几种 在宗教实际实现的智能圈的想法 通过德威金连天经 超越了宗教和可信的二人专门 但是这就是因为这是发展的一部分 进化的一个部分 原来自己在俄罗斯特尔建在法国 海森堡在德国 分别在不同程度里 做出了历史性的突破 包括海森堡 创造了量子 这个量子彻底改变了不敦的力学 这三位新时代的创世的人 实现了准备 其中的锐进的一个想法是 人对他的行为负责 这种责任 促进人的智能和意识的发展 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要记得这一点 我就有点要的在到这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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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请 库什林院士 他的发言题目是 白人和其其智能方法论 对解决当今经济问题 蒙顿的七十一年 尊敬的各位代表 非常感谢给我 能有机会在这里 在这一场发言 我今年庆祝 威尔纳斯基 这一著名的科学家 他的科学贡献 他的 关于智能圈的学说 并不是 普通的 学说 而是一个庞大的科学 科学法 他 关于智能圈的 相关的学说 主要内容 是三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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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世了 问世的 我愿意 出于 这位科学家的 一个说法 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 所以 目前 人类的智能 人类的智能 人类的智慧 能不能 适应 能不能适应 现在的生活 我们要分析一下全世界面临的全球危机的特点 以及全球危机的趋势 是否能扭转这个趋势 这个危机的特点 一是消费的危机 另外是贫富差距 这一问题 目前全世界的最大财富 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另外的一个特点 就是科学 科学的 是科学的贡献 目前科学在 解决 在克服 进入危机的 过程当中 起着越来越大的贡献 我们已经 许多人已经意识到科学家 科学的 科学的 作用 在此过程中 维尔拿斯基学说 得贡献 很大 有助于我们 能克服 有效的 应对全球的危机 我之所以提出 这个问题是 因为 现代的文明面对 大灾难 比如说 在 美国 有 爆发了 大革命 这个革命就是 夜沿的大革命 还有 世界各地 也 也爆发 之类的 之类的革命 之类的危机 在中国也 出现了 类似的危机 这意味着我们 世界 我们世界 要面对 要面对 全球 全球化的 全球化的危机 说到 夜沿的 革命 在 五年期间 夜沿的 生产 生产 重量 上升 增长 30% 说到 能源方面的问题 能源 消耗量 越来越大 我们 必然 会 遇到 能源的 能源的危机 由于 时间关系 我补充 说几句就晚了 这些 用颗色 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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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国家的 排放 的排放 标注 由于 中国人口 比美国 其他大国人口 还大 所以排放量 比较多 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想法是说 这些国家的发展 经济发展模式 我 要 谈到 联合国所提出的 四个潜在的场景 发展趋势 第一个趋势 就是 市场的优先 地位 第二个趋势 是政治的 是政治的优先地位 第三个 第三个趋势 现在的趋势 就是安全的 优先地位 但是 第三个 发展趋势 类似于 威我 威我主义 的本质 最后的发展趋势 就是科学的 科学的优先地位 我们要 必须要考虑到 人 军 能源的消消费 消消费量 对 对 下面就是 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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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达国家的 能源 能源 能源消消费量 如果我们 要解决好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问题 这个问题 离不开 不同国家 经济发展模式 相关的特点 这些国家 必须要 利用新的发展模式 才能 才能 实践可持续发展 在俄罗斯 虽然经济 发展模式 并不良好 但是 俄罗斯的 生态系统的 保存 程度还是比较好 下面有请 嘎布采夫 先生 院士 他是 地球物理所 学者 他的报告题目是 自然与社会进程中的 英国联系 首先我想感谢 主办方邀请我们参与这次 水平很高的会议 下面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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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研究了生物生的一些進程和物理生的進程 這就是我們出版的書 共有五本書 有三百多人參與於編輯工作 其中有一些林性科學家 包括雅恩神、摩伊西耶夫、喀科維茨 其中一策是圍繞《Vernus經》 和其日福斯基 我們想找到一些因果關係 研究了一些不同時期的數據 上面是阿拉爾海的海水 下面是有多少水進入阿拉爾海 這是中亞的阿拉爾海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年度 一點水都沒有進入阿拉爾海 這是所有的水用於灌溉 這是補金魚的一個圖 這就是俄羅斯犯罪的數量 我們發現每個九月份 犯罪的數量提高 除了2000年 莫斯科有一個火災 那個時候減少了 下面是最大的氣候和社會因素 比如說 下面是人 那個叫救護車的數量 你可以看到每年都有一些浮動 每個週也有浮動 有一些病 包括感冒 就是跟季節有關係 這就是叫救護車的 按照性別和年齡的差別分佈 女生是粉色的 比較深色的是男生 我們可以看到15歲到30歲的男人 生病比較多 在網上男人生病少了 在我們出版的書中 有很多類似的研究 這就是季節分佈 它取決於夏天和冬天氣溫的差別 夏天氣溫的溫差比較大 就有更多的人叫救護車 這是每個星期的變化 我們發現每個星期 所有的病 差不多所有的病 都有一個週期 這是莫斯卡2010年夏天 郊區有很多火災 空氣很不好 污染嚴重 所以有很多的中風 所以出現了一個叫呼叫車數量的定峰 但是那些有地穴壓病的和心臟病的人 並沒有感受到 高血液和心臟病的人們受到 因為氣壓的變化 主要的結論是 我們應該研究自然和社會的進程 和他們的關聯 我們應該系統的進行醫學和社會考察 我建議在不同世界地區做同樣的研究 出版類似的書 下面我請記輸人員放 來自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的致詞視頻 如果出現了什麼技術方面的問題 如果出現了什麼技術方面的問題 我們晚一點再會放 下面有請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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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的会议,在这里,现大会经过委员会将与学生发起。 那黄保养是全世界最热的化学。 社会丰富是在做咨询的时候,韩国亚部长面临巨大经济压力的科目。 他们不想需求修理上的解脱。 我们也会理解这些问题。 - 误言,教大人,教大人,教大人,ナ禅,教大人,修行。 - 乌尔先生,教大人和释述、创杀隐形。 主要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理,麻烦,心理,拔击,严厉, 党生有时候破坏严重的市场,行费市场, 整支有时下意识地去破坏的发展,这不是一个小时候, 为了全世界经过一个无论更严重的生态。 这是我们的和生态所给你看看的。 我们的政治宣传。 我们的政治。 我们的政治。 我们有做任何社群,舞传。 我们的政治与尤其是我们的。 我们人的政治与佛大学,我们在政治与佛大学。 我们的政治与佛大学,我们学习。 我们的政治与佛大学,我们的政治与佛大学。 此次国家的显米罗瑞特戌 黄瓶中国国家政府一位 台湾政府一位 以外国国民主党在华军 雅之外国民主党在华军 所有的国家政务 国民主党在华军 地方 世界的国家参与 国民主党在华军 綠色是代表環保註冊 你看我們大家 互被黑色的搭起棕造 慢慢地我們將會拾起 綿綿的加油 那可惜了我們心靈 白色心靈 慢慢地發揮它的效果 慢慢地將會拾到綿綿色 那樣子就要看得到 我個人覺得張超隆任性 曾經提過十個歐年 或是對新年王好有做很大的暗闊 第一 萬物共同 萬物有做平等的地位 有做共同的家族法 會以生存養助共同的目標 這樣 人體萬物共同 創造兩樣的生活環境境條件 二 人類模擬 各種組合都能夠互相的尊重 互相的協助 有做共同發展的目標 停止呼應和整理 看來會以新的環境方法 如其做很大的作品 第三 祝福神的共同 大家請可以討論 愛的神也可以討論 但是 宗教領性之間的同鄉著重 為人類的辦法及心靈的辦法 取得共識 共同推廣 所以一定會得到 第一 人生共同 假如大家有做共同一致的目標 願望及行動 一定會有更好的將來 進入到國防 取得共同的成群 各位教兵 讓大家 爬得起乎 愛自己 愛家 愛朋友 愛國家 愛世界 愛一群 愛愛�� Klis 這一次 心裡不好 你 Falcon 愛 你 愛 roller 愛 我和你一位在美国,在这个设计的设计, 秘搏地�л한다 но не могу не могу приехать но хочу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этой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чтобы сказать поздороваться со всеми друзьями чтобы у вас очень все хорошо прошло в москве вопросы экологии наиболее сложные для всех севой Children этой планете 这些状况是生命和死亡的状况 我们的更多人知道 他们的状况是有所谓的 需要的生命和生命 很多在这方面 但是有所谓的效果 现在的效果很少 但是,我們還沒有做出多少的改善。 美威納茨基教授曾經意識到這種必要性。 這次大會的目標就是研究在這個道路上有哪些最佳的解決辦法。 我很高興地看到你們的建議做得非常詳細, 就是你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很好。 我們下次再見。 感謝各位。 第一個視頻就是全球人民推進組織副主席。 第二個視頻是該組織副秘書長。 下面有請阿布吉耶夫教授。 他發言的題目是用系統控制論的方法解決文明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問題。 我參與了第一個人的參與。 我经过25年的时间参与了航空技术的发展 以后我开始从事哲学 我发明了发展进程的新模式 这就是一个选择式模式 这个模式让古典哲学 上一个信息学控制论的台阶 哲学成为了一个实用性的 分析性的具有很多例子的 经过25年的研究 于1994年我出办了个专注 它在社会上引进了很大的反应 我被邀请到苏联的几十个城市 去讲我的想法关于信息文明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共有2.5万册 这种实用性的哲学证明 谢谢 经过一半五十年的时间,在这些科学里有一个旧的思想方式。 我认为这种旋轮式的发展越往上走越是宽,现在我的模式是越往上走越是狭窄。 我的模式证明有接连不断的突破,没有一种过渡性的阶段。 我在搜导这个模式的时候考虑到信息的商,就是信息的混乱。 发展的每个阶段,我们都知道伤的成分有多少,就是混乱的成分有多少。 我们看突破越来越小,三、四个突破以后,就会进入一个过渡性的进化。 这个旋轮越来越收敛,这个系统越来越达到它最佳的状态。 比如我们看计算机发展的历史。 这个模式,经过我在不同会议上的发言后,受到了欢迎和承认。 因为这个模式表明,各种系统经过信息的积累,在结构和功能方面,成为越来越有秩序的。 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少,状态越来越稳定,接近最佳的状态。 这样我们可以预测发展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我利用这个模式研究了不少的进程,发现不少的进程有这么一个趋势。 他们越来越发展,里面的矛盾越来越少。 在俄罗斯科学院去年的一个哲学大会上,我介绍了我这个想法。 如果发展不少更毛。 我们没看到一个。 我们有一个照片和建筑的组织。 我们要议目标准。 这个议目标准,我们有数年美国。 那么这个社会是或议目标准。 我没看到那么多长时间的组织。 我不能决定。 我发现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包括管理现象 按照威尼尔的学说 这是个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这样一个系统能够自我完善 不需要重构这个体系 因为每次他会吸收他自己的发展经验 不会犯错 下面是管理的演变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 管理方面 取得了发展和变化 利用人类资源 第三管理方面的人道主义 第三 在微層面上的寻找最佳狀態 第四是以新加坡為力,國家機構最佳繁盛 第五是數學方面的發展 第六是大自然方面 第六是世界經濟的最佳狀態發展 第五是世界經濟的最佳狀態 第六是世界經濟的最佳狀態 第六是世界經濟的最佳狀態 现在是世界经济趋势 国家财产和虽然产生也在往最佳状态发展 第八 生产部门的最佳化 为电子技术的发展带来 我们对劳动的资料的需求降低 第九 人类的未来 第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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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佳观点 在重新的课程中 有改变来 會形成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薩哈洛夫提出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的好的方面來構造未來 第九可持續發展 這就是貧富差距的係數 發達國家大概有3到5 在俄羅斯20到30 這就是一些先進的想法 有科學依據 得到了時間的證明 比如說你們看我那個新加坡的例子 儘管如此 我們在地球上越來越看到各方面的危險 很抱歉 可是你們的時間早已緊到了 我們也應該讓其他人翻言 好 下面有請王文國教授 他的報告的題目是論全球文明理念 王文國先生在嗎 報告的題目是論全球文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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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关系 文章上的书简单讲两个意思 第一 有关全球国民思想的问题 第二 关于全球国民思想的理论基础问题 我先讲第一个 全球国民思想是由 我的老师赵上华先生提后来的 全球国民思想有明确的概念 有明确的理论 有一整套的理论基础在那里 那么简单的来讲 从 关于人类的文明历史发展 从历史上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 那么至今为止 人类的文明经历了四种文明类型 第一种文明类型叫农中文明 有七千年的历史 第二种类型 第二种文明就是 永农文明 有大约两千五百年的历史 第三个文明就是工商文明 大约五百多年的历史 第四个文明阶段就是现在 我们正在处在这个状态当中的一个过渡时期 就是全球文明 从历史上来讲 我们经历了这么四个时期 那么从现实情况来讲 这个四个时期的文明情况 共存于我们现实社会的当中 我们叫做四种文明 四世红糖 都在这个社会当中存在 由于科学技术发展 由于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 和交通技术的发展 人类很过于进入了一个地球村 全球时代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不同地域建立起的不同历史的文明 突然之间来到了一个地方 来到了地球村 大家相互之间不适应 相互之间有自己的传统的认识和组建 因此在这个社会上就出现了文明出处的现象 那么从这种四种文明性质上来分 它分两种 一个就是地域文明 前三种属于地域文明 最后全球文明 它是属于一个整体的人类发展未来趋势的 这样一种文明团 是两种不同性质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不再多讲 具体的关于文明的形态 文明的发展 和全球文明的定义 在会议发的文件当中 有一封 张上啊 给与会代表了一封信 那里边做了详细的论述 如果有兴趣 他就发那个 我先讲第二问题 全球文明 这个思想的提出 是经过 张上华先生 四十年研究的努力 得出来的一个思想成果 在四十年的研究过程当中 它并非是局限于某一个领域 某一种状态 而是它怕学科 方方面练 在每一个方面都有自己的一个建筑 张上华先生 我的老师 张老师 他研究的第一个领域是哲学 在哲学研究的领域当中 他摒弃了以往传统哲学当中的贵立论 单极论 和决定论 这样一种传统的思维模式 然后他在自己的基础上建立了波及论 综合论和光系论的新的哲学社会模式 他把自己在合论研究当中 发现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定理 最基本的一个定理就是 就是决定反决定定 决定反决定的这样一种规律 所以在这个情况上 他生发发展扩展起来了 是属于张老师自己的决定反决定哲学 这个决定反决定最大的特点就是 哲学思维模式发生一种转变 由于有这个决定反决定哲学 作为一个基础在这个范围 在以后的研究当中 所以张老师他总是能够 对世界的问题有所新发现 有提出自己的一些新结论 一些新观点 他研究的第二个领域就是人学领域 认识人自己是一个无望而迷奸的特别 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众说分云 比如西方人持性恶或者原罪的观点 而东方人的秉承性善或结合的观点 与之不同 张老师的人学观念在认为 人的本性是自然人道性 即人是从自然当中走出来的 但有自然的某些属性的印记 但人毕竟不是动物 这种属性便是人道性 人的眼睛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脱离动物界的自然属性 不断的增加人道属性的下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人的境界不断提高的过程 在这个当中 在人的境界的提高过程当中 人的信仰的力量起到重要的作用 信仰不断把人从动物当中提拉起来 走向天使 动物自然的途径 又不断的把人往动物界拖拽 往动物属性 或者往自然属性当中拖拽 这种往下拖拽和往上提升的力量的中间 就是人的人性部分 人性不同于动物那种兽性 人性也不同于天使的那种神性 人性就是自然性和人道性的结合的本性 而人的信仰在其中起着支撑的作用 不断的把人推向文明 这样的一个作用 更重要的是 在自然人道学会当中 人性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处境 就是个体性与内体性 人是有个体组成的 没有个体不会有人类 同时 人 它又是一个类体的属性 如果某一个人脱离了群体 他自己能够生活下去 这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在自然人道学会当中 人从自然界里面破裂出来 这个变成一个完整的人 自然人道学说把它定义为人的第一次宣言 而人的个体的人走向内体的人 最终成为一个从全人类的角度 考虑自己个子这样一种新型的人类 这叫人类的第二次宣言 在新时代 因为在全球文明时代 我们需要这样的新人类 第三 张老师的研究 进入到一个生命学领域 在生命学领域 他提出来了 宇宙精神论的生命学学术方向 在这个生命学的这一理论 宇宙精神的生命学这个理论认为 宇宙以自身具有的程序 生发规定和引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的演进 并以宇宙的力量 宇宙的意识 宇宙的情怀 向人们展示宇宙精神 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生命现象 这就是一个大的眼睛方面的表现 从宇宙高度 审视生命现象 生命过程和生命意义 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宇宙只所以演化住人类的生命 只能让宇宙的 只能是为了让宇宙的眼睛更具有能动性 更符合宇宙眼睛本身的方向 更加快宇宙眼睛的一种过程 而不是相反 尤其不是对宇宙秩序的破坏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和定理 就在这里 在张老师研究的 第四个方面 就是神学方面 或者叫信仰学方面 在神学方面的研究 这个张老师提出来了 一个超然终极的 神学学术方向 人是有精神的 因此人的信仰 不能是人本人 也不能是人周边的事物 不能停留在 人的信仰不能停留在 宗教的 物有的 这样一种状态 人的真正信仰的对象 只能是精神 是一种高于人的精神的精神 这种精神具有 超然性 终极性 它就是神灵 这种神灵 与以往的人们的理解 有所区别 它只是高于人类的精神的一种精神 这是信仰对象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信仰的方式 现在在宗教信仰方式当中 它那个特异性限制了人们的信仰 信仰方式应该是一种精神 自己的 提高自己的这样一种信仰过程 所有的张上华 这个学术思想 他在这个四个领域当中 都有深刻的认识 都有深刻的 学术观点 在这个基础上 它提出来的全球文明学说 提出来全球文明观点 所以全球文明观点 有着 生命学 人学 这几个方面的坚强的支撑 所以 关于全球文明的思想问题 有种种的议论 或者种种的想法 我想 如果你真正是 看了张上华先生的这些著作 你会有一个自己的结论 最后我说一点 这五本书 俄文版 我是出版界 这五本书的俄文版 已经有所翻译 如果有兴趣了 可以与我联系 谢谢大家 刚才我在学校 给我一个突然请求 我 我没想到 发言是这个题 既然话译就说到了 我就说了 我就说了 我只有一句话 就是说 在1990年 成为OPGC的时候 我们曾经认真的 12个国家学者 曾经认真的研究过 全球文明宣言 也就是这些人 全球文明宣言 确实是美国 走到三十万个国家 才写的 也是 当然 他打入我的书 的 刚才这些 这些著作的印记 我说 不容易 就是什么呢 我在学上讲了这么多 还不如老师说一句 我的四门学说 它 这里边有五门 一门学说 就在那里 第二门学说 就是第二句 第三门学说 就是第三句 第四个学说 就是第四句 所以说 这就是我的学说 那四句话 就是我的学说 是 好 好 谢谢 好 好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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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在最后 舞台声音乐 《诚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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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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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加大了人与宇宙的不和谐 社会发展的最大目标是人应该与大自然与宇宙取得和谐 科学成果 宗教成果 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很多的信息都存在在人的基因 人的宇宙观 五十万年前在古代人的脑海里就开始慢慢地出现 在早期的发展阶段 人很接近自然 来自大宇宙的知识 被最有明知的人所获得 现在我们建筑了一个空前的技术发明阶段 我们都明白大脑的发展是进化最重要的结果 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动传大脑的发展规律 人不能一下子就掌握大脑的所有潜能 它只能是在进化的过程中慢慢地掌握这些潜能 和发觉这个潜力 从而让人的思维越来越复杂 让人的文化越来越发达 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提高生活质量 也促进人的大脑的发展 我们提出一个教学方法 就是促进大脑的右边的部分发展 就是大脑的两个半部同步的发展 这样外交人在不同方面的潜力 包括在伦理方面 在学习方面 这就是新的智能方法 明确提出一个目标 研究世界的规律 随顺这些规律 在教学的过程中 也不仅仅训练大脑 也训练我们的身体 因为身体的每个细胞 也存在着大量的信息 所以在每个课 就是让人更多地了解自己 我们在过去抛弃了一个精神的力量 现在我们为此付出代价 现在我们没有一个道德导向的教育 这导致我们孩子们在情绪不稳定 有一些不良好的行为 这就是智能感情和动作不和谐的结果 最大的目标就是掌握新的教学方法 让学生学会新的技能 让大脑工作更有秩序 而不是混乱 让人摆脱这种混乱的 谢谢 谢谢 下面有请杰斯诺科夫先生 俄罗斯科学院院院士 他会介绍一下 维尔兰兰兹基 24部 尔兰兹基 学说24部的专著 今年的俄罗 今年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很快就很快就出版了24部 关于维尔兰兹基 关于维尔兰兹基 学术的专著 这24部 专著 详细 介绍 嗯 如果你们想获取电子版 尤兰兰兹基 尤兰兹基 尤兰兰兹基 尤兰兹基 尤兰兹基 尤兰兰兹基 尤兰兹基 尤兰兰兹基 尤兰兹基 尤兰兹基 明entes 在1990年代,杨森先生设计了卫尔纳斯基的博物馆 我们从纳斯出版的16部的专注 今天我们决定出版的24部的专注关于纳斯基学说的24部专注 在24部的专注当中共有17000页 在17000页上可以详细地了解一下纳斯基先生的学说 在美国,乌克兰,西欧洲,西欧洲的博物馆里面都有纳斯基学说的专注 我能给你们一个词词 就是《越南兹基》在1925年到1925年 文奈斯基在1925年说到人类毁灭了大自然 全世界在面临很大危机但是人类在现代的生活中 没有寻找出路 现在我们有请苏大利可娃女士文奈斯基基金会副主席进行颁奖议事 很荣幸能在这里进行颁奖议事 很高兴能有机会给这么著名的科学家们颁奖 现在有请阿波罗欣先生 俄罗斯总统行政政府的代表 阿波罗欣募夫先生在 请他上台受奖 阿波罗欣募夫先生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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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建议全球紧急状态观测预议 和应急响应的系统方面所做的贡献 有请伊犁米琳娜那女士 经济战略学院的副主复院长 下面有请 奥士林院士上台首奖 比尔斯卡亚女士 她不在 現在有請潘明寬先生全球生態綜合治理中心的實名 全球文明推進組織的潘明寬先生收獎 下面有請法拉和先生收獎 很榮幸能在這次會議上收到這麼代表性的獎品 我呼籲各位代表在全世界各地傳播維尼納茨基先生的學說 你們都知道許多國家今年慶祝維尼納茨基誕成150周年 我同索羅金學院希望能一起舉辦維尼納茨基智能 智能全未來文明的學術會議 明年4月份舉辦這次會議 而這次會議的工作結果應該是一本學術期刊 看在科學家文章的學術期刊 用英文、阿拉伯文、法文出版 我再次呼籲各位代表傳播這位偉大科學家的學說 謝謝 下面有請帕斯卡列提先生上台收獎 他不在 下面有請張婉榮先生 張婉榮先生 張婉女士上台收獎 她在這裡 她在這裡 女士上台收獎 女士上台收獎 我非常愉快 我非常愉快 我會拍攝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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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歡迎說幾句話 是的 好嗎 是 我會拍攝這位 是 是 我會拍攝這位 有關於 我會拍攝這位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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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希望要鼓励項目的支持 that we use the global civil society 並且鼓励項目的支持 和支持 agro-civilization 下面有请马提鲁斯先生上台受奖 马提鲁斯先生在吗 来自英国的马提鲁斯教授 我确实没想到能在这次会议上收到这么荣誉的奖品 同时感到非常高兴 谢谢 下面有请盖斯帕尼尼先生上台受奖 来自意大利的 谢谢 我只想说一句话 我很荣幸能在这次会议上收到这个寻找 我当然很荣幸能在这次会议上收到这个寻找 我呼吁各位代表在世界继续在世界传播维尔纳茨基学说 维尔纳茨基学说在我的工作室生涯中起着很大的角色 我们必须要向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学一下 维尔纳茨基基金会同俄罗斯外交部教科文组织世界委员会 于12月17日在俄罗斯外纳茨基国家地质学院举行 会议的地点就在克林木林宫对面 现在有请巴佐鲁卡先上上台 我想给他颁发世界智能圈大学的证书 感谢他在我们的事业所做的故事 他是我们智能圈大学的荣誉认识 我们的第五场会议很快就要结束了 我们打破了记录所有的发言人都跟我分享了他们的报告 然后呢我们成功举行颁奖预章的议事 我希望我们继续协手向前发展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五场会议的内容 大家都意识到维尔纳茨基先生的学说 在他的科学法 在现代的科学发展过程当中起着很积极的角色 他的学说已经成为获取新知识的工具 我们意识到维尔纳茨基学说是现代科学法的基础 尽管如此智能圈学术的理论基础还有待完善 现在我们只能确切地讲可持续发展学说的理论基础 只能全学说理论基础还有待完善 有待完善 这次会议上所发表的报告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你们在下一期期看会看在这次会议上所发表的报告 现在我非常感谢各位代表的注意 过15分钟我们就开始下一场会议 你还是ก瞭才会议我们回来 咖啥 咖啥 都不可能